23比21 現在是中華隊力拼 想要把分數再搬回來 兩分的落後 好 這球是籃到 還好 還有機會 看看 哇 還好 再來是一個漂亮的舊球 可柔 哇 好 再來一個機會 來將攻贖罪一下 啊 可惜又給攔了回來 對 這個球好像有點開網 這球這個網子的距離也比較大一些 對 第三局的局點還是讓我們 很不願意的看到 24比21 不過還有機會 接起來反攻就有機會 好球網 太好了 太好了 機會 真是有無神助 對 這個差兩分就不一定了 對 22比24 要把 再迎風再給換上來 同時 謝怡婷也要上 該上來這個人網 對 嗯 能問一詞稍微休息一下 很關鍵的時刻 看看這個時候的 發球 嗯 2比1比2差別真的太大 對 好球 喔 直接打了回去 對 破壞掉就對了 好 這下日本隊要更緊張的 23比24 好球 看看這個發球 嗯 日本隊還是繼續有局點 不過這個發球 修正 斜的 打回來 好球 好球 4比24 哇 這下在第三局 果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局了 現在要準備打Deuce了 嗯 嗯 謝怡婷來發球 看看 現在才開始 好球 哎 直接打出技 太好了 哇 這後來領先了 對 25比24 再拿一分 要在局中方面取得2比1領先 看看這個時候 這個就是兩個 這個就是實力啊 說真的 嗯 哇 好球 好球 26比24 反而是在這第三局 逆轉過來 讓中華隊呢 取得了局數方面的2比1領先 那觀眾可能只能看到比賽畫面 不過我在這個攝影棚裡頭呢 看到邱教練的眼睛 從剛剛那一分的就已經完全亮了起來了 對 因為說真的換上來的人喔 他真的就是要去救援 嗯 所以他在救援的過程中 能不能扮演成為一個好的那個球員 就看這裡了 嗯 那比如說呢他在後排的 他只要這個發球 他自己不失誤 但是 只要能夠破壞對方的這一個意思 就好了 嗯 不要想要直接得分 對 至少自己不會失分嘛 對不對 嗯 不過第三局確實啊 嗯 現在取得2比1領先呢 從整個過程 當然我們看了是有點等在心境的 不過 從中華隊來說 反而會是一個信心的加強 對 嗯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 後半段呢 板口教練的這個換人 是 成功的 嗯 而且他用人還真的是蠻敢用的 嗯 尤其像這樣子落後兩分 那 他也不會怕說 萬一一個失誤就沒了 對 他也不會怕這樣子 但是相對的 換下去的 像謝婷他的這個表現就很好 嗯 就給整個球隊有很大一個振奮的士氣 對 有時候這種是互相的 就是說教練 把這個責任交給你 那你要很有心情的去扛下來才行 對 所以等於是說 欸 球員跟教練之間 他已經建立了一個互信 嗯 信賴感 對 所以在這個重要的時候 他不會失誤出現 嗯 不過當然在日本隊這邊確實 在第二局前半段能夠這麼大幅領先呢 包括了 背號一號的這個隊長 森萬離子 以及背號十一號的 野本離家 都是今天很難纏的一個攻擊手 對 那我們其實像中華隊在後半段 雖然落後了兩分 對